-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禮拜五,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我是李歐 那台北股市今天小漲18點,但是今天非常多的股票,尤其是中小型的股票 幾乎都是一面倒的翻黑下跌 那你看成交量,成交量今天是放大量,但是很多股票竟然都是往下跌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一直不断的跟大家提醒 这个地方你短线再涨,它是超涨,再往上涨的空间是有限的 那就现实面来看,确实这个地方出现一根长红200点的一个上涨之后 感觉上盘面上好像是真的比较偏向多方 但是这个低点10650将来如果跌破这个地方,那就代表这个反弹已经开始转弱了 那如果跌破10566,也就是这个多方619缺口 以后我就叫它619缺口,如果它正式的被回补完毕 那就代表整个逼波的反弹结束 就代表逼波反弹结束 好,但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几个观察重点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好好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跪的部分 其实上跪的部分,这个条线是什么?是季线 虽然大盘有过季线,有站上去 那为什么这个上跪指数,中小型的股票没有站上去呢? 那代表说大部分的内支,大部分的这个主力大户 其实在这个地方,它看的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你看到上市的部分,它的量是有变大的,没错 但是你看上跪的量,它是逐步的在做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嘛 好,所以一样上跪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的留意,这个地方的缺口有没有被回补 好,那重点来了 今天鸿海,它是召开这个股东会嘛 那现阶段我们看一下鸿海 鸿海它是不是已经把这个6月19号的 这个多方的跳空缺口 鸿海它本身没有跳空缺口 但是6月19号是大盘往上涨200点的一个多方跳空缺口嘛 可是我们看到鸿海竟然今天直接往下刹 它开高,那盘中一度往上走高 创整个反弹波段的新高之后 那尾盘收低 那收低的过程当中 它是把6月19号的这个缺口 大盘的缺口完全都补掉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特别的留意 我们的全子股鸿海已经出现这种现象了 再来是我们观察大力光 大力光,这个地方大力光是不是有很明显的跳空缺口 这个地方跟大盘是一致的嘛 但是我们看到大力光的缺口已经率先回补 差不多一半左右几乎快要回补完毕了嘛 那大力光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是全台湾最贵的一档股票 代表的是外资、法人、主力大户、有钱人的心态 他们在这个地方竟然不是勇敢的做多 今天大盘是涨的哦 还涨18点哦 那大力光它竟然是率先回补缺口 而且这一波它上涨的过程当中 你看它的成交量 没有放量哦 没有往上攻击哦 甚至于是往下跌哦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就是一个跌升的一个反弹行情而已 它并不是真的要走一个回升坡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全资股部分 这个两大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它出来 它竟然都出现一个率先补缺口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中小型 你看昨天很强势的 奇怪怎么才隔一天而已 没有,今天都非常弱势 昨天整个市场的气氛是非常乐观哦 非常嗨的哦 尤其是昨天的美国的指数 美国的标普500 它是一度创下历史最高 历史最高 那道琼也是接近历史最高 可是照理来讲 今天台北股市应该是要爆强的 应该是无敌强嘛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强势的散热 PCB 被动 工具机 今天全部都往下走跌 尤其像工具机 尤其像被动 它只是底部横盘才刚刚涨第一天而已 它竟然又往下跌回来 代表什么意思 做多 说实在这个地方也是很辛苦的 因为肋骨轮动非常非常快速 你很难去抓那个持续力很强的股票 不容易嘛 因为它动得太快了 一不小心你看它转强 你冲进去追 隔天马上跌回来了 所以中小型股的表现 它是相对弱势的 那我们以这个3324的双红来看嘛 其实你看双红今天你看 早上突然往上拉高 只有拉高一点点 可是随即往下翻黑 那整个价差高低点差 是差了7.5% 差距非常大 那你从现行来看呢 昨天它是创反弹新高嘛 那今天直接一样 619礼拜三的这个缺口 完全被回补掉 大盘还没有回补 这个小型股票它已经率先回补了 那代表着那一天去买的涨200点 你觉得很开心 冲进去买的 其实全部都已经套住了 都已经套住了 好 那这个是散热的部分 那双红是已经有非常代表性了 那PCB的部分呢 你看台光电台光电今天也是啊 早盘 可能有些人看到觉得说 这个美国股市很强 它冲进去想要做短trade嘛 想要做当冲 想要做多 然后trade个什么2%3%4% 想要出场 结果开小高之后就一路往下走 其实根本就没有往上去做一个当冲做多的一个机会 就一路往下走低嘛 你看一张的价差就高达5400块 那不然像华欣客也是这样 华欣客也是底部刚刚起涨而已 你看一张的价差也高达6000块 一不小心只要做错一张而已 高低点差就差6000块 这两张股票尾盘都收在最低 都收在最低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不然像工具机 工具机是最惨的嘛 那工具机今天一样嘛 这个地方 昨天才拉第一根 全球传动 昨天才拉第一根 今天就把这个长虹 从K棒吃掉一半 就已经吃掉一半了 那整个盘面上从开高走低嘛 跌2.5%嘛 好 那重申一次 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怎么观察 降息跟突然打这通电话 川习会 它还是一样 就只是一个短多 就只是一个短多 那什么时候反弹结束呢 就是你跌破10566 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源被跌破之后 就正式反弹结束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这个鸿海 已经把它缺口补起来 619缺口完全补起来 也就是大盘的10566 它把它补起来了 大力光已经补了 大概一半左右了嘛 那我们看到标普500 有没有 昨天是创高 结果马上尾盘 虽然还是红的 但是有稍稍拉回了 所以整个台北股市 包含美国股市 这一条有没有 看起来很肥的这个黑鱼 已经到了这个最尾巴 最末端这个地方 你看前面这个肉这么多这么好吃 我们从9319 当大盘跌破9400点 当时你要记得 当时全市场没有人讲说 那个地方是波段起涨 会展开千点行情 当时我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说大盘即将展开千点行情 它破底会穿头 它会形成一个W底 那是最甜美的时候 就像现在我们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高点有限 往上反弹高点有限 那往上涨都是多涨的 因为它是突然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因素 目前到最后面只剩下鱼尾巴而已 一定很多人还是听不下去的 就跟当初我们在破9400点 很多人说这个地方是波段起跌 会跌到8000点 会跌到7000点 当时9400点一跌破 跌到9319 我们那时候讲 人家也是不相信 而且我们是直接说会展开千点行情 后面不但涨超过千点 还攻到11000点附近 那现阶段也是同样的道理 越多人不相信 人越少那边 它通常都是对的那边 来有没有发现 昨天往上美股是大涨 大涨一度创下历史高 标普500的VIX恐慌指数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我们台湾挂牌的 富邦VIX 它竟然今天是涨2.38% 有没有想象不到 理论上应该不恐慌 结果标普500的VIX恐慌指数 在我们台湾挂牌的富邦VIX 它竟然是涨2.38% 为什么 其实从技术面上也可以解释 指数它的价格破心低 这个地方有没有出现了指标背离 所以它会往上做一个反弹 代表说大盘它涨多了 它这个地方到高点附近 它会拉回 会整个完全颠倒过来 好那这个是倒权公益指数 同样的道理 有没有 这个是过去2018年 2018年有没有 它来到 尤其是中间这段 它突破前面这个高点 接近27000点 直接突破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突破 那准备这个地方 要再往上继续攻一大段了 没有 它就直接往下跌 重点是一跌就跌超过3000点 第一段下跌也超过3000点 第二段也超过3000点 现在它突破了前波的 这两个高点附近 附近还没有突破 道琼还没有突破 标普500已经突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富邦VIX它是涨的 VIX恐慌指数 它是往上拉高 那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地方要涨要喷了 整个市场乐观的情绪 一面倒 一面倒而乐观 但是很清楚的 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提醒 价量背离 有没有 价量背离 涨上去的过程当中 认同的人越来越少了 大家不敢追 不愿意去追 那资金没有进去 这个地方股票怎么能够 往上做一个推升呢 在往上推升高点右线 就像这一次 一突破前面 它只突破几个礼拜 一个礼拜而已 只有一个礼拜 突破之后后面就拉回 而且拉回幅度相当相当的大 那你觉得 接下来的贸易战 会因为这一通电话 而立刻改变吗 包含美国官员 他都提到 这个地方顶多就是铺路 顶多就像上次G20一样 上次阿根廷协议一样 就是往后暂时休兵 继续谈 结果谈一谈 谈了好久之后 一样是破局 这个地方说实在贸易战的问题 还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不只是美国对中国 包含像接下来对欧盟 对日本对韩国 一样有汽车关税的问题 不会这么快结束 好 那美国 中国欧盟 三大经济体 它的成长还是比较弱的 那主要的经济体 包含全世界各国家 它的制造业 制造业采购经理的指数 最重要的几乎全部都跌破50以下 就是进入一个紧缩区 除了美国还在50.5 但美国50.5 也是破这10年以来的一个新低位置 那世界银行 它也下修全世界 下修全世界的经济成长率 从2.9下滑到2.6% 那美债殖利率还是负值 为什么美债殖利率是负的 暗示未来经济会衰退 所以很多人 法人 大资金的他去买美国长期的政府公债 把政府公债价格推升 所以他殖利率是创低 但暗示着经济衰退 不然大家干嘛去买美国政府公债呢 买股票不是比较好吗 美国政府公债殖利率2%出头而已 那买股票 照大家的讲法 买股票一天都是5% 10% 那为什么要去买这个 少少利息的这个美国政府公债 因为担心 钱从风险性资产测出来 测到这个比较安全的资产 那台湾的这个政府 台湾的这个中央银行 他一样是看坏 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有没有 主机处说2.19 结果央行呢 他看更保守 他从2.13下调到2.06 要保2 重点是现在 他在预估的2.06数字 还没有考虑第四波 万一真的实施 这个3000亿美元 25%的关税 第四波再实施下去 可能连2都保不住 外销订单 有没有很明显嘛 连续7个月都比去年同期 来的减少连7降嘛 那很明显的 接下来操作策略要怎么做呢 既然这个盘 他是超涨 那现阶段 你的操作 既然他短线超涨这段 你就要寻找什么 我们会寻找 这个短线指标背离的 就是超涨涨很多 或者是量价背离 就刚刚刚提到 这个量价背离的 你就做一个短线的 当冲 或者是隔日冲 快速的做个价差 那如果是从马异常大户在卖的 加上营收衰退很多的 这种的他就是场空格局 那我们就做一个大波段 持续的报道波段 好 那接下来 我要请大家做 好好想一个思考的问题 最后 你看这个是什么 油轮 这个油轮 传说是被伊朗炸的嘛 有水雷嘛 结果冒烟了嘛 油价出现大幅度波动 本来油价是往下跌嘛 是因为需求是减缓 所以油价往下跌 但因为这个水雷炸下去之后 突然油价跳起来了 结果昨天 美国的无人机去看 到底怎么回事嘛 就无人机被人家打下来了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美国 你的这个玩具 你的这个无人机 在全世界的这个眼下 被人家打下来了 你觉得川普他会做什么动作呢 他会不会报仇呢 我想各位徒师妹要好好思考 如果川普做了动作 那会不会又掀起全球骨会式的 另外一波的一个大动荡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追个参考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加入我们股民当家的LINE寻主 那帐号是小小鼠HCD5326J 我们下礼拜见啰 拜拜